好每到了端午節都會掀起粽子界的南北大戰 不過呢還有一款獨家美食就是客家米粽 副總統愛清德來到桃園向客家媽媽們來拜師學藝 更挑戰包客家米粽 還一連吃了三顆粽子 除了大戰美味之外 也透過了官方的LINE帳號 發送掌輩圖還有語音訊息 祝福大家端午家節愉快 豆干切碎大火快炒煸出香味 再把豬肉滷到入味 香菇蝦米準備好 就能開始包粽子 被你發現了 對 想要多加香菇被抓包 副總統賴清德到桃園的家政班 找客家媽媽學功夫挑戰包客家米粽 你吃大口 最考驗技巧的哲仲葉 賴清德發揮巧手功力順利過關 綁成這樣一大捆就能拿去蒸籠 蒸20到30分鐘香噴噴出籠 喔 好吃喔 很香 剛剛有斑 對 剛剛有斑 保重 一定要保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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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客家米粽和國粽別有一番風味 餡料同樣很豐富 賴清德一口接一口三顆粽子下肚 宣稱客語 對答如流 也充分展現誠意 你好 我是賴清德 端午連假有規劃跟家人 要去哪裡走走的嗎 端午節一早 賴清德透過官方LINE帳號 傳送語音訊息 親切問候 附上三張長輩圖 很適合拿來轉傳給家人好友 的確有民眾說嚇了好大一票 怎麼會漏接了LINE帳的電話 事實上這一回呢 端午和詞就是善用了 在LINE上面有一個通知顯示 讓民眾有另外一種驚喜感 承諾會加倍努力 打贏2024這關鍵一陣 拉清德積極透過社群 拉近和民眾的距離 記者零星期荒衛才愛特別報導